困世我了 昨晚 黑小九打点滴打到两点 两点多钟 还没回去冲凉睡觉 三点钟才睡觉 今天就 八点钟没到就醒了 可能 习惯了 每天都那么早醒的 然后呢就 顺便把这个车子拿过来这里 歇息店这里看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 上高速的时候 他 时速达到110的时候 他会发 那个方向盘啊 他会抖动的 所以有点不安全嘛 然后来维修一下看一下 那咱们检测一下是轮胎问题呢 还是 发动机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不知道 八点钟过来 八点半到这里 我在网上面查了 他是八点半上班的 他现在九点钟了 也没有见到一个员工 可能是过年 我们 推迟了 那个上班 上班了一个时间吧 只能在这里等了 干等了 一个人都没有 今天我们就要回去了 嗯 回平南那边 送奶奶他们 回平南那边的 等一下 那个 工人到了 然后呢 检查完就回去了 现在都九点多了 还没有上班 一个人都没有 终于上班了 等了我等等一个小时 九点慢着 开始才上班的 刚刚问那个师傅怎么问题 他说应该是那个 之前补过胎嘛 然后呢 就说那个 应该轮胎问题嘛 做一个洞瓶盘 然后呢 再试一下就 就清楚了 不用很久了 很快就做好了 先休息一下 现在不是在休息吗 没拍照 你休息一下 你要不要先 吃饭了没有 啊 我吃饭了没有 出去吃啊 吃吧 你请客啊 我请客 哎呀这个不错哟 走啊 等一下 等一下先 你去一楼等我吗 啊 马上就走 看电脑子马上 我先往前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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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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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得吃螺蛳粉了 是不是 啊 你不能吃双准的 你叫他不放双准就可以了 应该都有吧 有的 都有的 小朋友们都去吃螺蛳粉了 那就剩我们几个老人家了 你老子了 啊 还有个小朋友 还有两个小朋友 这个不值得辣了 我想问这个椒银虾是上火的吗 不上火的 椒银上火的炸的 你想吃 你现在不能吃海鲜吧 来打点滴不能吃海鲜 我想吃个炒芋头 炒芋头 可以炒芋头可以 老板 老板 炒着芋头你 炒着芋头你 炒着芋头 嗯 嗯 土瓜 我还喜欢吃土 没有我炒的好吃 我炒的好吃 你炒的脆一点 他们炒的软软 吃什么 吃吧先吧 尽管你买单 尽管有他公司买单 尽管是那个 你姓什么来的 你老子姓什么 他这个 吴 吴公司买单 我跟你说的是 我妈中午给我打电话说 叫我去拜一下你 因为我外婆很多年没有去过了 那上次干嘛不拜呢 昨儿就可以去拜呀 昨儿我们不上来了嘛 但是我觉得太累了 每天跑来跑去的 好累 你看我现在又不舒服 那你不去吧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嘛 因为我也想去看一下我外婆 应该有十几年没去看过她了 那你要去几天先 两天吧 回去要一天 然后呢 去看她一天 现在应该赌说两天不得 赌那么赌 你看今天赌那么赌 赌说绝对不行 嗯 他不远的 离我家不远 你明天回去的话 那天 初八拜年 初九回来 是吗 初九如果累的话 就初十回来嘛 休息一点 陪陪爸妈嘛 叔叔我想干活了 花了那么多钱 得挣钱 没钱了 余儿已经告急了 余儿已经不足了 对啊 我余儿已经不足了 你休了 你就请我 最多应该初十这样子回来嘛 回来就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重新干活 再把劲 十遍里面 你想去去去去 反正我不去太累了 你不去啊 太累 真的太累了 我就还生病 我不知道我还要打几天针 嗯 可以吧 那我就回去一下吧 那你那你自己去医院行吗 没事啊 我骑个电车就去啊 一定不去啊 我妈也想叫你回去哦 看一下外婆 她已经 她都九十岁了 还没结婚 九岁 好吧 尊重你 好